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没有讲解内容以前 我要先把心态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种研究 让你能够明白 因为苦 所以我们在这场法会里面 我们怎么去把握 所以在未接着讲下去之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心态的问题 让大家知道苦是什么 然后才知道我们的内容 各位想一想 整个这个世间 不管是身体或者是心理的痛苦 它是无处不存在的 大家要试想一下 在这个世间 无论是身体上的 还是是心理精神上的痛苦 其实是无处不存在的 一个人不管他是属于高贵的低贱的 他总是随时会受到许多苦的折磨 一个人无论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 其实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痛苦的折磨 如果刚刚各位也认同说人生是苦海的话 在这个苦的大海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一条鱼 有的鱼是在浅水的鱼 有的是属于深海的鱼 那意思就是说 你的苦可能是浅的苦 也可能是深的苦 不知道你是属于浅水鱼 还是属于深水鱼 所以正如像刚才的譬如 我们人生是苦海的话 其实大家每一位就是一条鱼 那鱼有些是在浅水 有些是在深水 意思就是我们有些人的苦 是属于浅层的 有些是深层的 那就不知道大家是属于浅水鱼 还是深水鱼了 在这个世间上呢 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求得安乐 但是往往我们很明白的是 求不得 在这个世间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求得安乐 但是往往我们都知道是求不得的 因为你只要来到这个人间 你必定会感受到什么过程 人生有什么 生老病死苦啊 是不是 就是在以佛法来讲 它更有所谓的八苦啊 因为自然我们来到人生 必然就会感受到生老病死的苦 以从佛教来讲 更加是有八苦的 好 你就算是没有求不得苦 你也没有爱彼离苦 你也没有怨真会苦 但是你必定会经过什么 生老病死 就算你没有爱彼离苦 不得怨真会等等的苦 但是你至少一定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苦 所以呢 我们如果还不能够感受到的话 我想跟各位细说 如果大家还没感受到的话呢 那就希望跟大家细说 富有的人他有什么忧愁 他有磨 磨财 还有手财跟私财的痛苦 所以富有的人呢 他有谋财 手财 和失财的痛苦 那没有钱财的人呢 那没有钱的人呢 没有分文的人 他也有痛苦 他有什么 他有无财跟求财的痛苦 身无分文的人 他的痛苦就是无财和求财的痛苦 所以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痛苦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痛苦 所以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痛苦 而小人物也都有小人物的痛苦 所以我们看到 好啦 眼前你看到什么人的这种 阶位啊 名位很高啊 但是你要知道 他内心有几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看 如果某个人他的街位名位很高 其实都要知道 他内心有几大的压力 以没有钱财的这些小人物而言 他虽然没有这些内心的痛苦 但是呢 他却要有很超强的劳动力 他没有经济来源 他吃 他住 他行 都会有困难 甚至于 他没有医疗保障的话 这些都会引起他身体的疲劳 损伤 饥饿 饥饿 以及疾病 小人物会有这些痛苦呢 至于小人物 虽然没有大人物那种心理的压力 但是他也都有他的痛苦 就是要求财 要是有很强的劳动力 去维持他的食 住 行 这样的生活的所需 甚至乎如果医疗没有保障的话 到他病了也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高官心里面有大苦 小民身上有小苦 世间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不被痛苦所折磨的 所以高官他有他的大苦 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小苦 我们世间上没有一个人 是不会被痛苦所折磨的 那另外除了这些之外 在生活当中 我们身上还会发生到很多事情 此外在生活之中 我们还会发生很多的事 你想要看到的亲友 你看不到 你喜爱的人没有办法 常常在一起 你讨厌的人 你老是跟他一起共事 会遇到他 你不想要听到的坏消息 他就出现了 你很希望身体健康 但是你是生病了 你没有自由快乐的时候 你想要做什么 想要做什么 常常都是心里面想的 跟事实上都是不一样 是相反的 比如说我们很喜爱见的 我们很亲近的亲友 见不到 很喜欢的人 常常见不到 不喜欢的人 又偏偏要跟他共事 等等种种的 都是令到我们很痛苦 是非常之痛苦的 比如说我希望得到健康 偏偏又常病 所以我们经常是不自由之中的 讲这些 其实让各位去深刻的体会到 在人间的这种苦相 你唯有感受到苦 你才会有机会去了苦 脱苦 讲这么多 其实就是要给大家知道 我们唯有了解到这些苦 我们才有机会去了苦 和去脱苦 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苦受 你在参加于其眼口的时候 你不会去感受到 众生的这种苦 尤其是恶鬼道的这种苦 你的那种心力不会很强 因为如果没有苦受的体会的话 在于其眼口里面 你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些众生 尤其是恶鬼道的痛苦 所以你的心力是不会够强的 你体会到的苦 你在这五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 你会很珍惜 你会很专心 你会很把握 因为你很清楚明白 一起一会的道理 你是对这个有所认识之后 这五个多小时的 如其眼口法会 你才会珍惜去把握 因为你知道 这个是一期一会的重要 于其眼口的仪式 我们昨天讲到了 齐情观心菩萨 然后把整个 整个救度的工作 也邀请十方世界的这些圣贤来参与 那到了第三个阶段呢 就要进入到建立世界的这个部分 那昨天我们是讲解到观世音菩萨 那同时也邀请了十方的圣贤来 一起解决这个痛苦 那到接着来 进入第三部分 就建立世界 同样的我们还是用的 心思来观想 来把整个宇宙 透过观想的方式 让它重现一遍 同样 我们也是用深色的方式 将整个宇宙 以观想的方法 令到它再现 再把整个观想出来的世界 奉献给诸佛菩萨 让每一个世界的众生 都能够在这个时候 同时互相感应 结为一体 令到世界上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在这个时候 同时得到感应 结为一体 你们能够体会那种 感觉吗 整个大家通通都是相通的 然后共同的一种想法目标就是 我们大家 在这样子的一个 同体共融的一个生命体理呢 归一佛法生三宝 把我们内在的这种生命最大的 这种力量 能量把它开发出来 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这个心念 就是说整体我们的生命 都是互通的 那就是一起 以这个共生同体的这个力量呢 一起归一佛法生三宝 将我们最大的能量 能月力是开发出来 把我们最大的能量 开发出来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准备 用最好的这种 最好的状态 用慈悲的这种 正等正觉的心来超度亡灵 那开发了我们最大的能源 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准备以慈悲来到 开个眼 导引这些众生 我们挑战的众生 就是得到正知正解 所以之后就是 恭请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来呢 协助整个进行 救度的工作 所以接着下来 又是礼请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和观世音菩萨 来到准备 要进行我们 这个救度的工作 因此各位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在 这个 恭请释迦牟尼佛 然后阿弥陀佛 然后观世音菩萨之后 就要进行 下一个阶段的超度工作 那所以在 请完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之后 就宣读什么 文书 把我们所要超度的 这些对象呢 透过文书 把它念诵表达出来 所以大家就要记得 我们的程序 在请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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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观世音菩萨之后 那就是要 会将这个文书 是一一这样读出来 如果各位不了解文书的话 我简单讲一下就是 我们的文书 它的内容就是在 招告这一场法会的 作用跟功德 然后一一的唱名 把各位所要超度的 这些人 招请到现场来 所以我们的文书的内容 就是解释 这一场法会的殊性功德 然后将各位 所有挑战的 名一一读出来 将他们招请来到这里 那各位 当然我们法师在 唱名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人数太多了 这个几千个名单 怎么念呢 我们当然 在前面的部分 有几位代表 但是最后呢 就是用总的文书来念的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的文书 那个名单 是有几千人 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前面 就是念几个代表 但是所有的名 最后是有一个总的文书来表达的 但我想建议各位 你们不要因为说法师有念 你就不念 或者说法师没念 然后你过爱 你们不要这么想 你就记得 到了法师在念文书的这一段 在念什么人 扬上什么人 扣见什么人 或者敬见什么人的时候 你们就在你们的位置 你们自己什么 你们自己念 那大家各位 就千万不要想着说 法师念了我就不念了 或者因为觉得法师没有念到 那就不开心 最主要就是呢 法师肯说念到 阳上就是某某人 扣战或者敬战那时候呢 你在下面坐着呢 一样是小小声地念 你念的时候你不用念出来的 你那时候念是不用出声的 你心里面默念就可以了 不用出声 心里面默念就可以了 那文书念完之后 这些该请的王者都来了 就开始展开 第四个阶段的超度仪式 那文朔念完之后呢 就是开始我们展开 我们第四个阶段的超度仪式 那首先称念的就是 各个佛世界的这些佛 就是称念什么 称念那个心经一遍 那首先就是呢 请各个世界的佛 和清念心经一遍 各个世界的佛 所以你们要记得就是 什么 我们说的三四五佛 清净法身佛 什么什么佛 什么什么佛 有没有 法身报身应化身 所谓各个世界的佛 即是我们经常熟悉的 三十五尊佛名 那就是清净法身佛 等等的 包括是法身应生化身的 种种诸佛 所以你 你就要明白 我们不是只是 请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是请所有世界的这些佛 来加持 然后我们 接下来是送念心经 有没有 心经在这段也是默念的 那 这段心经的作用是什么意思呢 那所以呢 大家就要知道了 我们不只是请一个世界的佛 而是所有世界的佛 我们都礼请到的 接下来的心经呢 也都是不用念出声的 就是默念的 送念心经它的作用是 让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 包括你自己 包括你以及我们所要操见的人 整个大家的身心就是进入到一种什么 一种宇宙状态 大家是整个是整合的 统一的 在这个时候 念心经的作用就是 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以及呢 我们所挑战的这些对象呢 我们整个就进入一个宇宙的状态 我们的身心都是统一的 所谓的统一 其实就是一种融合 它没有对立 它没有分说 你是人道 我是 我是恶鬼道 你是什么道 你是什么道 完全是平等统一的 所谓的统一 其实就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对立 完全是平等的 不会去分说 你是人道 我是恶鬼道 他是什么道 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具足了平等心 同体共生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 进入到 向诸佛菩萨表白 我们要告白 这一场法会 我们的愿望是什么 所以我们是要用一个平等心 来到是 进行这个法会 接着下来 就是要跟诸佛菩萨 表白 告白 在这场法会里面 我们的愿望是要做到什么 因此这段我们就唱念 其告实放 所以在这一段 我们就会唱念 啟告实方 那再来也感谢 诸佛菩萨的慈悲降临 所以我们用咒语 乃至于香花灯土果月 用美好的这些饮食 来供养十方圣众 那接着下来 我们都要感谢这些 诸佛菩萨的 所以我们会唱咒语 和用香花灯土果月 种种美好的东西 来供养十方圣众 之后呢 整个仪式就进入到了 观音禅定印 透过观心菩萨的这种慈悲 我们能够跟他什么 共振感应 接着下来 我们就是到观音禅定印 就是希望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进入一种共振感应 我们发愿 我们愿意让世界上所有的大众 都能够离苦得人 所以我们现在要发愿 是希望 是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大家能够一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修行最后成果 大家都能够一起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里去修行 最后就能够成佛 所以各位 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是属于在什么状态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就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具有大慈悲心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应该是在什么状态呢 就要学观世音菩萨 这样是具备大慈悲心 我们等同观世音菩萨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超度的工作 所以接下来你就会看到 我们的主法和尚 他解破地域域 然后持破地域的这个咒语 把整个三恶道的这个界线 跟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界线呢 把它给打破了 那这样子的话 彼此就能够感应沟通 所以这个时候 主法和尚 他就会结那个破地域的手印 和重念破地域的咒语 就是将我们的世界 和三恶道世界之中的 那个中间的障碍呢 打破 那我们才能够互相呼应的 之后的仪式就进入到了 请地藏王菩萨 请影魂王菩萨 请这两位菩萨 他们带领六道众生的这些亡灵 来参加延后法会 参加这个被救度的工作 接着来我们就会请地藏王菩萨 和隐魂王菩萨 这两位呢就带领六道众生 来到我们这儿 参加这个法会 和呢就开始是被救度的工作 之后法师们摇灵召唤 这些所有被超度的亡灵到现场来 而且这个对象 从帝王 将帅 文 五百官 读书人 乃至于修行的这些修行者 包括法师 道士 商人 或者是死在异乡的这些旅客 乃至于暂时的这些士兵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那些法师就会摇灵 就是召集所有的亡灵来到这儿 那就包括了帝王将相 高官 宰相 读书人 以至于修行的包括法师 道士 以至于是 吓死以乡的旅途的商人 等等 或者说战死的士兵 一起来到这儿 对象很广的包括呢 或者是难产而死的妇人 或者是身心障碍的人 乃至于是落后民族的人 或者是那种顽固不宁的人 那我们受挑战的对象是很广泛的 包括难产而死的妇人 或者说是一些落后的民族 或者身心障碍 或者是一些頑固不宁的人 受刑而死的人 受刑而死的人 遭受野兽攻击 或者意外而亡的人 乃至于自杀而死的人 还有就是受刑而死的 或者说是被野兽襲擊 受到意外 甚至乎是自杀的人 各位如果在这段 你们能够深深的去感受到 他们的一种生命状态的话 我相信各位的心 会越来越柔软 会越来越慈悲 在这一段 如果各位能够是感受到 这些种种人 他们的生命状态的话 那相信各位的心 就会是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慈悲 所以在这段招请里面 大家可以了解到 他就是把六道当中 轮转的这些 不管是孤魂 或者是鬼怪 通通都邀请来 不分阶级 一并超度 所以招请文 这里我们就是 将种种阶层的孤魂 或者是种种的鬼怪 我们都是不分阶级 一时平等的招请来的 那在这个时候 超度的时候 主法和尚 他会先为这些亡灵打开烟喉 在超战的过程之中 主法和尚 首先就会帮这些亡灵打开他们的烟喉 把准备好的这些饮食食物 透过咒语的送念 让它变成无量无边的干露水以及食物 让这些亡灵享用 然后就是将我们这些饮食食物 这些就是变成金露水和美食 就是进入他们的 给他们进食到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铜板 这些都是在代表什么 代表这种财物的这个珠宝 布施给这些被超度者 让他们从此都能够富足 我们也都准备了很多硬币 是象征了财富 那就是布施给他们 让他们从此也都能够得到富足 之后为他们消除 他们从前不正当的行为 而累积下来的这些罪业 最后就是帮他们挑战 他们过去因为不正当的行为 所积聚下来的这些罪业 然后一一地去个别解除 每一个亡灵 他们所个别地 遭受的这些痛苦 然后一一个别地去解除 这些亡灵他们所遭受到的痛苦 所以我们的仪式 就进入到了七如来的诵念阶段 所以我们的仪式 就进入去到七如来的重念阶段 我们透过七如来 每一位如来的那个名号的功德 去消除亡灵 他们过去生命当中 恶行所造下的这些障碍 我们透过七位如来 每一位他们的名号的功德 来到消除我们这些超战的众生 他们过去的恶行 所积聚下来的罪业 让这些亡灵能够永远离开 经不恐惧 身心能够清清安乐 能令到这些亡灵 永远离开惊暴恐惧 而身心得到安乐 今天我就讲到七如来这一段 今天讲到七如来这一段 希望各位待会再送念七如来的 的时候你们要用一种什么 很喜悦的心来送念七如来 所以希望大家 待会重念到七如来那时候 是要用一个好喜悦的心来重唱 你要去感受七如来名号的功德 满足我们每一个生命体的一种 这种生命上的一种需求 我们要去感受七如来的威德 而满足我们生命上的需求 把所有的不圆满 透过我们的心念扩大转念 都能够转向圆满 将所有的不圆满 透过我们的心念扩大 将它们转成为圆满 它最后呢也要 这些亡灵发菩提心 所以最后我们也都要 这些亡灵发菩提心 各位我还是要说 它不是在超度亡灵 它是在超度我们自己 所以你得要把自己的心扩大 你也一样要发菩提心的 那还要是说一句 其实不只是在超度亡灵 而且也是在超度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自己呢 也都是要扩大个心 我们一样是要发菩提心的 你有菩提心 你就会有力量 你有力量 你就能够利益众生 能够帮助他人 你有菩提心 你才有力量 你有力量才能够是帮助到他人 金刚飞奸 怨力罪奸 有怨就会有力量 金刚飞奸 怨力罪奸 有怨就能够有力量 各位 就怕你不发心 各位 是怕你不发心的 所以现在 我们用最坚强的那种信心信念 好好的发菩提心 来参与这一场 与其严口法会的羞辞 所以现在我们用最坚强坚定的信心 来参与我们这一场与其严口的法会 有一句话说 佛法大海 唯信能入 是吧 是 同样的道理 如果 各位 不相信苦的话 你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因缘 想要去了脱苦的 这个苦 不是你 你要受苦才能够感受到苦啊 你看到别人苦 你感觉到苦啊 你也认同那是苦的 不是吗 所以你们不要再说人生不苦了 我们真的要深刻的去做一种深层的反省 不要觉得这些跟你没有关系 我总觉得生命是共同体的 乃至于我们更加清楚明白 佛陀所开示的 承住坏空 苏婆世间 他也是必定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 当你听到 你看到这一些 你要感受到的就是 你更要去把握你眼前的 这一些家人 乃至于朋友 每一个姻缘 不管好的不好的 你都要去把握 你都要去善良 你说这个世间有绝对的好人跟坏人吗 我们有时候会从媒体报道上看到 有很多坏人 他们可能杀人 可能抢劫 可能造了很多恶业 但是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跟我们一样 他也是会爱他的父母 他会爱他的家人 只是他的心 没有扩大 他很自私自利的 只求自己好 而不顾虑别人的生命安慰 所以他成为坏人了 如何让自己更好 就是转念 其实转念就是一种改变 如果我们不从 这个改变的方式去下手的话 我们也只有跟随生命的一种习惯 继续不断的一直循环轮 有一句话说 明师是出高徒 你们觉得师父大师是不是明师 大师是明师的话 那我要请问的是 你们是不是高徒呢 如果你归一受借于新云大师之下 那我们都是属于灵迹中第四十九代的弟子 我们都是大师的弟子 各位高徒 有人摇头了 如果你摇头的话 你自己不能够肯定自己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对自己都不肯定的话 那你怎么肯定佛 怎么肯定法 怎么肯定生呢 你自己都不肯定了 你怎么可能去肯定那个外在的 明白吗 今天我们要不是相信余且眼孔 他真能够利益轨道众生 那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但这样子的一种相信肯定 你们不能够只是片面的 他必须要是全面的 那全面的话包括扩及到 你对自己的一种信心自我肯定 甚至于对生命的信心 但这种肯定 他绝对不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 希望各位能够透过 每一场的余且眼孔 不断的做一种深层的观障 乃至于一种省思 希望自己面对生命的 这种习惯态度 能够慢慢的去 做一种改变跟调整 让自己越来越好 我想 这也是余且眼孔法会 他除了能够利益 幽民众生之外 更能够利益 我们眼前所有的人 祈愿佛陀光明加持 所有来参加眼孔法会的各位 以及您的家人 能够身体健康 少凡少凡少恼 具足善因善缘 福德圆满 各位所操见的过往亲人 历代祖先 冤亲在祖 能蒙弥陀佛光明皆隐 往生净土 连灯上品 祝福大家